要真正实义 大人 要真正实义 大人 顾传主 你想什么呢 实在是疑点重重啊 是啊 王力德 是私贩黄金的精熟人 他是个前客 还是需要买家和卖家两个环节 买家必然是百计人 和那些磨刀作何解释 丹罗和新罗 与百计连年征战 都已经快亡国了吧 你的意思是 百计人用黄金走私大堂的军械 为何不可能 不算了都出来吗 大家出来干活了 来 人家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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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家出事了 还在估计 您在估计 你这是�讯者 你轻轻轻轻轻轻轻un 是 只要我出去 就寸步不离地跟着 那个鬼孙子敢藏在案处害我 他一冒头上 你们就给我白刀子进轰刀子出 自杀还是被人所杀 回忠使 正在这 所有事情皆无定乱 干什么吃的 你二人一个是刑部大员 一个是皇后清典的县令 忠实息怒 若真有凶手 必使利用了大巫 而且这个人一定与一丝事相识 否则他不会不抵抗 船主顾孟斌 启务师 甲板上有船员 但是 顾船主跟他的随护 白凯也在甲板上 并没有见到一丝事 蹊跷的是 我刚刚查到一丝事 十天前曾经夜行 人就没了 可惜了 现在查不了了 只能带我们返回彭来之后 再想查 这一丝事 你不觉得 此次跟着本官一起出海的人 有些多吗 忠实的意思是 都哭着喊着要来伺候本官 因此事 顾船主 还有两名歌迹 那两名歌迹 不是刘忠实点灵要带上的 那是本官出道棚来 一支曲子还没听完 就被狄鸣扶你打断了 让本官没听扣啊 可是上了船以后 我发现这百计歌迹 未讲实话 依我看 这船上 没人说实话呀